焦点视频李英聪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过幕见到我们的李英聪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们继续回来 上集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拜登的竞争者 就是特朗普竞争者 拜登的八字 上集和大家预测过 就是拜登有机会 腹腹腹腹的选择 原因是因为特朗普的流年不太好 拜登的流年相对不太好 这样的情况 好了 说完之后我们回回香港 今天是2020年的4月8日 2020年的4月8日 但是我现在 你们眼前看到这个 又是我们1997年 7月1日香港回归的八字结构 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网友 都私底下问我 我经常说2023、2023、2023 究竟在香港2023会有什么事 所以想早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2023年来说 香港是有什么机会 会有什么事发生 等大家可以有个心理准备的情况 相信我现在录得来 排到出都应该年尾了 基本上 所以大家有个参考性 这样的情况 好了 1997年就是丁丑年 7月1日是丙月夹晨日 用指示回归去成立香港的八字 是用女命的排列 因为田为天 坤为地 OK 地运是当女命体 好了 在2019到2028 这十年里来说 我们叫做 己有大运香港 叫做己有大运 那现在我们 去到这个未来 OK 现在是2020年4月8日 我们现在先去2023年 贵卯年里面 看看有什么情况 首先我们 捉了用臣 看看香港的八字 先看看这个八字 冰丑丁五甲臣甲子 香港的八字就是 甲木日圆 一棵大树 它是生在丁五圆 天干地支 都是火 透出了这个相关 即是我们叫做相关格的一个 一个名格的结构 代表一个爱自由的社会 以及很喜欢骂人的社会 相关 相关是喜欢骂人 OK 投诉 这样的情况 创意才华 好 喜欢自由自在 不喜欢服管 喜欢管就是正观 相关就是不喜欢被管 所以会有很多的革命派 反对政府 这个没有任何的批评 反对是好 还是不好 就是它的特性 是有这样的形态结构 给大家知道 OK 好了 这个八字 甲木日圆 是一个火旺的季节气候 必需要有水的润窄 它才有生机 所以呢 香港八字的用神是水 这个时辰的指示 就是水来的 我们叫做五行起水的名卡 所以这个八字呢 我们有个名称给它 叫做相关配印 相关配印呢 本身只不过是文人学者的名格 本身相关配印是文人学者的名格 除非它有一个很有力的观察 它才可以成为文官 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地位的现象 而因为香港的八字呢 它的官星呢 是入勿于丑 这个位置 是官的入勿 没有了个官 变成了普通文人学者 就是比如 以现代社会里面来说 就是普通老师 普通老师的名格 所以 97年回归了之后来说 其实香港的八字的名格 是不漂亮的了 已经 没有了这个领导地位 因为以前来说 97年前 香港被称为世界大都会 东方之珠 麦麦麦的情况 但是97年回归了之后 因为我官星入勿 官星是代表地位名望 入了勿即是没有了地位名望 变成一个文人学者的结构 即是说香港人里面 他还有一定的才华能力创作 但是因为没有了官 即是没有了一个有力的领导者 香港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班子 因此香港就再不是一个东方之珠 也不是什么世界大都会 会用印的人 刚才我们之前那集 讲过拜登的八字 本身他用印 只是适合做第二把交易 香港的八字一样 他用印 只是适合变成一个二流二等的城市 这个就是香港的现象 当然如果你说 我们作为里面生活的人民 其实这一流二流 总之我生活都可以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没问题 但如果你说 我希望香港要变成 好像以前东方之珠 这样的地位名望来说 暂时香港这一个命格的结构 就提供不到这个形式 这个大家 作为香港人 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好了 拖长了 现在说回2023年 好了 大运走到这个 多有大运的时候 这个有字是金地来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 正官 OK 代表管理地位名望 管理地位名望 这一样的意思 而大运走到这个 这个几土 是财星 代表经济的产物 自由经济 这些现象 因为2019至2028年 走这个几有这个运来说 虽然它不是加 即是加强这个水的力量不大 再加上这个百二一行金 原局的火就会火金交战 代表争执不断 吵炒不断 因为相关是代表 容易有口是是非 争执的意境 你上网打相关 这两个字 已经可以找到八字的意涵 不是我乱吹的 你上网打相关的字 已经可以找到 香港一个相关格的命格的结构 本来就是很讨厌 有一些过分的管制 或者一些传统上的东西 都会喜欢反对 当然一走到大运 看到政官的时候 即是在运里面 看到一些传统的东西 或者一些很守旧的管理方法 相关是代表潮流 代表新潮 这个相关就会打个政官 代表争执不断 所以由2019年到2028年 这十年来说 香港的争执之风 其实是不会熄灭下来的 只会是一路一路都有这样的情况 而2023年 就走贵卯年 贵卯年 是隔木的羊人通根的地方 隔木羊人在卯 代表隔木有强根 OK 木很旺 即是说在这一年里面 木很旺 火就会更旺 因为五行里面来说是木生火的 而这个卯年呢 就会充个有 羊人充个官 如果我们在一个人的命格 别来说 羊人充官呢 我们可以说不入法院 入医院 即是说你那年里面 不是范官非呢 就是血伤灾病了 香港是一个地区 它不是人 OK 那我们不会论 香港有血伤 是不是 香港 香港怎么会流血 香港人才会流血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论 在一个 2023年 这个羊人充官呢 会有很多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 一些争拗问题 法律方面的争拗问题 还有在2023年 香港人来说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流血事件发生 因此2023年呢 我可以称为 它是一个革命来的 革命啊